反正我就觉得现在向我看来 我就觉得东方清仓就是那种爱发火的老公 然后小兰花就是陪伴在旁边的劝嫁的老婆 没有啊你也很就是很就是经常一番又一番的呀 本来我都以为就是本来我都东方清仓都以为这个事就是就OK了 大家就可以就是好好的就是生活下去了 结果你又来一个毛病又来一个情绪 然后两人又开始吵架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作 我没说你自己说的哦 我不做的话这个剧情怎么往下演 你说的有道理啊 所以是小兰花的错不是你的错 也不能说是小兰花的错好吧 那你看我那个 所以你本人觉得就是因为小兰花一天到晚在作对不对 也不是了也不是了 就我觉得东方清仓就是做挺多的了 那场戏我都心疼东方清仓 这个就是男人视角和女人视角 哎哎我送你那个一一比一的私民店那儿 我超心疼我自己 但我想要我自己的家呀 他都没有那个桃树也没有多肉也没什么都没有啊 而且小兰花也是在乎了东方清仓情绪 你说喜欢吗 然后我就说喜欢 这种假话这种假话更扎人 你忘记了我们俩是同喜同悲吗 我能住 那你俩怎么样 那你俩就把那个针子给掰回来啊 对啊那那后来我说把针子给你弄回来啊 后来我说把水云天那帮人都都给赶走 然后你回去住 这个你又不行 你又不行 你最好 你最好 对吧 你这样不行 那也不行 你最好 收个一比一的给你还了 给你住 你也不行 把原本的那个针子给你抢回来 你也不行 你最好 你最好 又干嘛去了 不装去了 怎么 现在是不是在 就是头脑风暴 想怎么就是回对我 我才不能 我时刻戒指在直播 你看你就 就是你都有这种杂念 就觉得这些直播 你都不和我认真讨论剧情 我跟你 你有你的 你自己想 我有我自己想这样